佛翠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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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为大家演示了 永春泉的高级套路 标志套路 接下来呢 我为大家讲解一下 标志的其中的几个手法的运用 大家在看我演示标志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是 杂肘动作 这个杂肘动作呢 在传统的永春标志当中呢 是12次 就是说包括我后面的那个绑手 出标志的时候 这些在旧的套路里面是没有的 我刚才所为大家演示的呢 是新的永春标志套路 大家记住如果要练 旧的套路的话 就全部都是用12个杂肘 在我刚才演示当中呢 其实只有8个杂肘 当中加上了我的防守 跟加上了侧肘 好 好 言归正传 我们那个杂肘在 标志当中的杂肘在实战当中 应该是怎么用的 当你接到对手的来拳的时候 我们同时可以用 我们标志当中的标手 来 这个问 在标志当中这个标手也叫问手 来接住对方的 拳 当他出拳的时候 接住对方的拳 同时把对手拉进来的时候 砸走 砸走 一定要从上 90度 不能从边上 因为你从边上的话 是比较容易让对手发现的 但你 你从头顶 头顶这样下的话 其实是一个盲点 他看不到你这个手肘的进攻 还有一种应用方法 就是在摔跤过程当中 或者是MMA当中 大家很多的是用 用这种抱摔的方法 当对手抱住你的时候 我直接转 砸走 同样是可以攻击 攻击到对手的后脑 但是这个动作呢 在泳分当中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希望大家 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 用的时候要谨慎 好 泳春当中 标志当中还有一个动作呢 大家看我非常奇怪 就是在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好像老人做 早上做早锻炼的时候的这样 这个动作呢 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当对手 当你的头已经被对手捅住了 对手要把你往下压 你处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 但是呢 到时的时候 它往下压的时候 我往后撤一步 卸掉它往下来的 同时我的双手起 可以攻击它的肛 这一条直线 全部都是 都是你的攻击目标 起 抓住手 我们可以直接起脚 起正灯 我们吃饭 你先起来看 好 拜拜 这就是标志当中 两个基本手法的运用 好 今天我为大家演示了 永春前的高级套路 标志套路 在这里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标志套路里面的手法 大家运用起来 要非常谨慎的小心 因为这些动作都是非常危险的 在永春的传统当中 有一句话叫 标志不出门 标志都是传授 拜师的弟子 因为这些 必须保证这些弟子的人品好 然后不会用这些传授去伤及无辜 标志就好像一把刀放在你的手里 你要用它来帮人 还是要用它去害人 去对自己